你像个丈夫像个男人吗 标榜大老爷们 你干的所有的事是大老爷们应该干的事吗 大老爷们怎么着 高人一等吗 自己自作自受 视频中被全场嘉宾痛斥的男人名叫小王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导致嘉宾们大发雷霆呢 事情起因还要从妻子刘女士这里说起 我家有一条狗 然后他就每天带着我家狗出去溜玩 我家旁边有个邻居 他家也有条狗 有好几次我都看着他们走得特别亲密 还手拉手 给你买水喝 还给你买烟丑 你们是一次两次吗 你还说你们去参加什么宠物狗俱乐部 一去就好几天不回来 刘女士和丈夫小王结婚已有六年的时间 不知从何时起丈夫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开始强行逼迫她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每当刘女士表现出拒绝丈夫就显得很不开心 可当她顺从后丈夫就开始夜不归宿 这让刘女士心存疑惑很不理解 直到她看到丈夫和异性的亲密行为才了然于胸 心灰意冷下刘女士向丈夫提出离婚 可小王为了不失去这么听话的全职保姆 赶忙求助到节目组的帮助 那么两人最后是否会重归于好呢 刚一上台 刘女士就讲述起这些年的辛酸过往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只是登记结婚 并没有办理婚宴 也没有婚房 彩礼也没有 当时呢我妈妈就怕我日子过得比较苦 所以说给我拿了两万块钱礼金 让我们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但是她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把我妈送来的两万块钱礼金 全部给她妈 让她妈来替我加油 我就觉得我挺委屈的 一上查 刘女士的眼泪就止不住的网架掉 当初和丈夫恋爱时 也不曾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亏得她一心都站在丈夫这边 无视母亲的劝导坚持要与小王结婚 她坚信自己一定会幸福的 可是语愿为 婚后没多久丈夫就被着自己 把彩礼钱偷偷拿给了婆婆 当她得知后感到非常愤怒 就算婆婆手里没钱要贴补家用 大可以跟自己直说 或者让丈夫转达 而不是他们母子俩在背后这样对待自己 但丈夫小王的话 让众人感到愤懑不已 那你妈拿了两万块钱礼金 家里日常开销 采米用盐什么的 她都需要开销嘛 那你不在这个家生活吗 我问一句 不是这个家的人吗 你们结婚之后是跟婆婆住在一起是吗 对 当时的时候是 结婚之前 我过问过她 因为我觉得不想跟婆婆什么的在一起住 她说 不会跟她妈在一起住 但是在登完季以后 她妈的态度就变了 说 为了节省开支 我们还是在一起住房吧 这件事她也没给我商量 是她和她妈商量好了以后 是来通知我 按小王的理念来说 嫁到婆家就必须出钱承担自己日常的生活开销 那刘女士的父母养她这么大 又岂是区区两万块钱就随便打发的呢 要真是说起算账 小王就是把家底拿出来也给不起 但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 刘女士和丈夫在婚后和婆婆都是住在一起的 自古婆媳关系难相处 丈夫小王又为何答应她母亲的提议呢 因为我妈妈年纪高了 我不可能把她扔在外面自己去租房子住 她跟咱们在一块住 你知道也给咱俩减少负担 这一年租下来的房子租金也是不少钱的 咱俩需要承担的 难道这点你都不理解吗 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最起码我是你的老婆吧 你应该尊重一下 应该跟我说一下 我不是说我不孝敬父母 但是你知道吗 和老人生活在一起 有很多事情和想法都是不能统一的 你有想过我的想法吗 有什么不能统一的 老人上了年纪了 那我得照顾啊 那你当小的 你就让一让他 不就过去了吗 原本是控诉丈夫 事事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但刘女士却被她的话气的语词 明明丈夫在婚前承诺过自己 可婚后却死不认账 甚至还言之凿凿的说着自己的理由 对此刘女士感到很是委屈 之前还未结婚时 她就考虑到丈夫家的经济困难 连买房买车的事情都不曾提过 但因为母亲强烈反对 这才不得已要了两万里金 但丈夫一家不但不知道感恩 竟然还这样过河拆桥去对她 看着丈夫厚颜无耻的样子 刘女士自顾自的说起 她外出喝酒的事情 她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 到晚上也没给我打电话 我就挺担心她的 我就寻找我给她打一个电话吧 刚开始给她打电话给我挂了 后来再打就是无人接听 最后人家就直接关机了 到第二天早上人家才回来 回来我就问她 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底干啥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你还关机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你现在是安全的 你知不知道我在家很担心你 她就用各种理由来敷衍我 我不是敷衍你 那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出去吃点饭 和朋友喝点酒聊聊天 然后你一次一次地打电话 你不觉得很烦吗 连点私人空间都不给我 我不是不给你私人空间 你可以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 我不会阻拦你这些事情 我都已经看到你的通话记录了 你妈都给你打电话了 你这个电话你接得特别及时 为什么我的电话你就不接呢 不得不说 丈夫小王是真的过分 就算他和朋友们玩得开心 不想回家 最起码也得个家里报个平安吧 但他不仅不主动打电话 甚至还直接关机 可怜刘女士一整夜难免 但面对妻子刘女士的质问 小王则解释自己给母亲已经说过 听到这刘女士则觉得可笑 明明知道婆婆十分不待见自己 她又怎么会给自己说 丈夫喝酒的具体位置呢 那对此小王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为何她能接到母亲的电话 却不愿搭理妻子呢 因为我妈妈上了年纪了 她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多忙 在外面有什么事 我都要放下 都会接她的电话 毕竟我怕她担心嘛 她年纪已经超了 那您在外面有什么重大的事 老婆打电话不接呢 没有 我就是和我这个工友出去吃饭 聚个餐 那怎么聚餐聚一宿呢 这是个什么餐呢 后来喝多了 就没回去 小王的解释让主持人都对她翻起白眼 母亲上岁数年纪大 妻子就活该担心一晚上了 这可是她同床共枕的爱人 小王此举实在有些厚此薄彼了 要不咋说人脸皮厚就能吃得开呢 对于主持人严厉的质问 她却无所谓的笑了笑称自己只是醉酒 没接到妻子的电话 但显然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那么事已至此 这件事后来又是如何结尾的呢 回来以后我因为这个事也跟她大吵了一架 让我婆婆挺着了 我婆婆出来了以后 她对我各种职责 甚至还对我动手 她就在旁边看着 她也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话 你说老人动手 那咱们当小的就迁就一下 就过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那老人动手打你 你就躲一躲 或者是 你就走就完了 我们会得进房间里不就可以了吗 你这句话说的 你太有 对我太不负责任了 虽然她是你妈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是你老婆 结婚之前 刘女士就知道婆婆对自己的不喜欢 但她却从不把这些当回事 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丈夫的疼爱就足够了 可婚后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事 无论是和丈夫还是婆婆的冲突 小王都始终站在她的对立面 而婆婆朝自己动手更不是一次两次 但每次丈夫都选择冷眼旁观 如此种种刘女士是越想越委屈 听到这主持人都气愤不已 顺势又苦口婆心地劝起刘女士 您这也别做梦了啊 她还守你呢 她不坑死你就算了 还守你 她把你当个事了吗 您往下说吧 还有啥 委屈 在主持人看来 刘女士的这段婚姻 从结婚开始就是个悲剧 无论是从结婚彩礼 还是婆婆和丈夫对她的态度 都可以看出婆家人对她的不待见 所以由此可见 一定要多听母亲的话 父母反对的恋情千万不要假 否则一入就是个火坑 紧接着刘女士 就又说起婆婆苛待她的时候 还有就是因为 我本身身材的原因嘛 不是很好找工作 就只能干一些力气活 所以就是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 就特别累 就想吃一顿可口的饭菜 有一次家里有排骨嘛 我想吃顿排骨 我就跟她妈说 我说妈 咱晚上把那个冰箱的排骨炖了吧 然后我婆婆就说 你看你都多胖了 你还想吃肉 你快饿着点吧 你赶紧减减肥吧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她在家 然后她说 妈 我也想吃排骨 然后她妈说 儿子 你想吃排骨了 想吃排骨 妈给你炖 你是想往里加点土豆 还是想加点粉条 这句话说的就感觉 我心里太不熟悉了 我感觉他们家人都特别歧视我 说起自己身材的时候 刘女士就愈发感到心酸 从两人结婚后丈夫就不让她出去工作 给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 再照顾好婆婆 根本不给自己接触社会的机会 以至于自己的体重暴涨 也就是在这之后她才醒悟过来 她不能再这样下去 可因为此时身材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也因此导致每天累死累活的回家 但婆婆却因此开始刁难她还各种嘲讽 可虽说刘女士只是她的儿媳 远没有儿子小王那样 但也该给自己留点余地对儿媳好点呢 对此主持人却从中捕捉到了个关键信息点 从丈夫不疼婆婆看不顺眼 难道是因为刘女士一直没给婆家传宗接代吗 就是他们家他妈妈挺想让我们生个孩子的 但是我们俩现在条件真的不适合养孩子 他也跟我说过 因为这个事我们也吵过 我说毕竟咱们现在没有积蓄 奶粉钱 那要不是钱 这都是钱 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积蓄去养一个孩子 那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妈一直想要咱俩吃掉的孩子 你呢 你看看你自己 你也不知道减减肥 怎么要孩子 怎么生 你是现在嫌弃我胖是吗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体重还不到一百四十几 你成年你说你喜欢我 带我出去胡诗海赫 带我出去吃火锅 吃烤肉 吃汉堡 后来我感觉自己发胖了 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说如果是再这样的话 我会成为一个大胖子的 你就到那个时候你不要我了怎么办 你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那个都无所谓 虽说造成刘女士体重过胖的原因归根于丈夫 但说到底还是太相信男人 自以为是的以为这是丈夫对她的爱 殊不知丈夫一步步的变成了私有物品 以至于现在胖的没有异性在搭理的 可随之而来就是身体肥胖的原因无法要孩子 还有就是丈夫对这个家不管不问 挣了钱就拿出去鬼混 以至于刘女士就算想生孩子也没有经济基础 可婆婆却从来不说丈夫的对错 把生孩子的问题都怪罪她的身上 甚至连吃饭也要恪口的 你在家的时候我才能吃上一顿晚饭 你不在家吃饭 你妈干脆就不做晚饭了 你妈直接就告诉我 我早上中午都吃饱了 晚上我不想吃了 我不饿了 我还得自己去做饭 有的时候我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我就点点外卖吃 你妈说什么 说我乱花钱 不知道勤俭之家 你出去了 有可能朋友胡吃喊喝 花多少钱你妈从来不说你 就因为我点个外卖 你妈给我一顿说 我回来根本跟你抱委屈 你有一点同情我吗 你有向着过我吗 说到这里 刘女士就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指责起丈夫 本来婆媳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就是丈夫 但她又偏偏只站在婆婆那边 搞得刘女士是又气愤又委屈 这就是她当初不顾父母反对 一心想着要相守一生的丈夫 对此丈夫小王也辩解起来 我不是说不向着你 那我出去吃饭都是为了应酬 为了赚钱吗 那我妈晚上不做饭 你就自己做吧 冰箱什么都有 你也不知道在哪 再说老人不喜欢你花钱 你总点外卖 外卖多不为生 哪有自己家做的干净 你要吃坏了肚子怎么办 行 那我这个事我先不跟你说 好吧 主持人就是 还有就是说 我家有一条狗 然后他就每天带着我家狗出去溜玩 我家旁边有个邻居 他家也有条狗 有好几次我都看着他们 走得特别亲密 还手拉手 我问过他好几次 我说是什么 不是狗狗手拉手 还是遛狗的人儿手拉手 遛狗的人 本来丈夫是很讨厌养狗的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爱上了养狗 甚至每天早上连懒觉都不睡 也要出去遛狗 原本刘女士不知道 丈夫抽了什么风 直到她看见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手牵手 这才明白她为何突然转性要去养狗 面对妻子的埋怨 小王不耐烦地解释起来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和他只是个狗友关系 狗友 对是狗友 参加一些狗狗的俱乐部活动 然后需要排练一下 就是经常在一起沟通一下 这有什么的 那手机回去 你不也从底到上翻了个遍吗 你翻出了什么了 是你们是排练 排练他给你买好吃的 给你买水喝 还给你买烟囱 你们是一次两次吗 你还说你们去参加什么宠物狗俱乐部 一去就好几天不回来 手机打不通 联系不到你 问过你多少次 你给我一个正面的解释吗 你俩是有正大的关系吗 你失去遛狗去了吗 我看你俩是不是遛人去了 你就直接说 你们两个就是约会去了 看来小王这不只是简单的狗友关系 已经上升到出轨的地步了 本来在这段婚姻中 刘女士都是一直在忍耐 而先前撞见对方手牵手 也选择默不作声 但丈夫也不该欺负她到这个份上 她根本不拿自己当妻子 原以为小王这次说不出理由 可没想到她竟又厚颜无耻起来 约什么会 约会 那出去去参加手机不能带 什么活动手机不能带 来来来 什么活动 狗狗比赛 狗狗比赛为什么不能带手机 怕干扰 所有的参赛都不让带 社区安排的 社区还安排过夜呢 一区区好几天 我们一共去了几对 然后就说手机不能带 去了几对 手机还不能带 那我就问你有没有跟那位狗友拉手吗 有 有 那你觉得一个已婚男人跟一个女人拉手正常吗 排练吗 小王的话还真是闻所未闻 从来没听说过狗狗比赛手机都不能带的 这很明显是把她当傻子看的 可毕竟做贼心绪 经不过主持人的再三询问 她便承认了自己做过的事 但紧接着刘女士就指责起丈夫的聊天记录一事 她还说我经常翻她手机 你好意思说吗 微信里面 通信录那么多人 聊天记录就我一个 你让我翻谁去 那我不是配 聊天记录都让你删了 我不是怕你有想法 你看吗 可大方了 给你 你看吧 拿过来聊天记录 框里边就我一个 我看咱俩聊天记录 我看我跟你聊的啥 我是怕你有想法 野生不是有必要的麻烦吗 不是你到底聊天记录有什么呀 没什么 那不怎么怕人有想法呢 你聊了些什么呀 也没聊什么 就是正当几点出去之类的 几点出去有啥好聊的呀 那就没必要删呀 这日子还要过吗 不想过了 之前刘女士是一直在忍耐 但是丈夫不检点的行为 使她心寒不已 一个同床共枕的爱人不能一心 那干脆不要再继续过下去 那么话已至此 嘉宾老师们会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你看一个女性 没有婚礼 没有婚房 愿意走进婚姻 这说明 你当时 是对这个男人 有爱情的期待 和爱情的认同 但是对一个女性来说 一个男人的甜言蜜语 有时候她和房子一样重要 你不是不会说甜言蜜语 你在婚前 海事三蒙什么话都会说 为什么结了婚以后 这样的甜言蜜语就没了呢 于老师非常气愤小王的做法 一个女人心甘情愿不图任何东西嫁给她 但她却用背叛和冷漠回报妻子 说白了小王就是想找个保姆伺候这个家 伺候母亲 自己好潇洒肆意的出去鬼混 这么一副如意算盘打得多妙啊 所以我想这样的婚姻 在程序下去 可能带给你的是更多的痛苦 有时候我说 女性说讨厌那是爱你 男性说讨厌 那是真讨厌 她时时刻刻都在透出 她这样的一个心态 做妻子的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吧 对刘女士来说 她的内心其实还在流量过去的美好回忆 虽然嘴上说着不想过 但内心何尝不想让丈夫回头呢 可一个人的心不在了 就算是华佗在世都拯救不了 所以趁两人现在还没有孩子 就早点告别这段婚姻 好好减肥重新活出新的自我 对此曲维老师也有话要说 你们两个都别想在一起 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有在一起 或者说你是没有能力和她在一起 你是根本就不想和她在一起 你们不是一家人 看看你们俩过的日子 这边遛狗 然后换手表 买各种不必要的这种饰品 然后外头喝酒是夜不归宿 这是一种生活 再看看你 想吃口肉吃不着 被婆婆打 自己钱还没了 拜托 你们是一家人吗 两个结案不同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屋檐之下 谁有问题 谁都有问题 女生啊 就这么着还不走 怕什么 怕找不着更好的 还有更坏的吗 你想跟她离婚吗 你告诉我 你想 可你不敢哦 你怕自己孤独终老 你怕没有一个人能伺候你的妈妈 因为你伺候不了的 你得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傻女人才能看得上你啊 你是不敢 你多想跟她离啊 可你离不开她 对吗 但是我告诉你了 今天她就会离开 你傻了吧 你早该傻了 自己自作自受 就这样 曲伟老师直击小王的内心深处 说出了她潜在的想法 但做人不能这样 她既然把刘女士娶回了家 那就要相濡以沫的对待 不能整日的心缘一马 否则真的不配做丈夫 那么在经过嘉宾老师们的劝说之后 刘女士和小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吧 以后的日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过下去 你总是 毕竟六年了嘛 我没有感情 以后我会处理婆媳关系 也会改掉自己的臭毛衣 不会再骗你 撒谎的事情以后也不会再说 我希望你能和我继续走下去 我会处理好的 相信我 节目的最后 刘女士还是没有狠下心放弃这段婚姻 希望她的决定不会再让自己后悔 爱情有时就是这样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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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